这是我见过最狂野的荒野求生 妹子在荒野充分体现出她的魅力 隔着马赛克我也能清晰看出在不停地晃动 考虑到大家比较清高 我不得不双重打马 妹子的厉害之处 不仅仅是身上这对水平椅 当两位男队友在不停地喷水时 她依旧安然无恙 凭着自己超高的钓鱼技术 为队友们获取到非常多的鱼 妹子成功用自己的实力养活了队友 这是干旱的非洲荒野沙漠 两男一女来到这里荒野求生 妹子叫波斯 人如其名波涛汹涌 她的实力不用我多说 用了两层马赛克才能掩盖住她的实力 另一名队友平头哥叫肖恩 光头哥叫拉斯 他希望她的头发飘然拉斯 两位壮汉率先见面 这也使得他们非常尴尬 毕竟香肠没有搭配面包的话 多多少少会有点不适合 好在这种尴尬的局面很快被打破 向他们迎面走来的是美女波斯 光头眼睛都被定住了一样 三人成功集合后 少不少一个畸形的拥抱 接下来就是检查他们带来的求生装备 波斯带了钓鱼工具 拉斯带了一把砍刀 而平头肖恩带了打火器 加上节目组给他们准备的两口铁锅 这就是他们在非洲求生所有的装备 非洲每年这个时候 气温高达40多度 空气几乎没有湿度 他们还要徒步到5公里出的水源店进行挑战 在高温干旱的环境中 他们的身体非常容易脱水 路上的岩石被晒得发烫 波斯脚上已经全是水泡 在附近他们看到了少量的淡水 他们在这里涂抹淤泥进行防晒 接着继续开始赶路 他们每走一段路都要在树林下休息 因为这里的路真的太烫脚了 这一路来走得太艰难了 简直可以用残酷来形容这里的环境 走了两三个小时 他们只走了一半的路程 在这里晓恩发现了一个小水坑 他们决定在这里烧水喝补充水分 水开后晓恩第一个尝试了 但刚喝完就开始恶心起来 接着就开始不断地吐出了血水 可当晓恩在一边躺下的时候 光头拉斯因为口渴 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他也猛喝了几口 喝完水后他赶紧手臂要抽筋了 紧接着就开始呕吐起来 这出水量相当惊人 在野外前往别随意喝水 特别是不流动的水 可能残留各种动物的粪便 即使水煮开后依旧存在极大的危险 两面壮汗相继倒下后 虽然波斯也喝了水 但他依然坚挺着 他一个人还在搭建庇护所 这应该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妹子了 光头拉斯从中午一直呕吐到傍晚 他会不会成为历史上第一个 开局还没去到目的地就退出的选手呢 波斯表示一脸担忧 这天他们就在半路上休息了一晚 直到半夜也能听到光头拉斯的呕吐声 时间来到第二天 他们三个虽然状态不是很好 但是已经没有昨天那么难受了 这天一早他们就前往挑战目的地 早上的天气还算凉爽 他们走起路来相对舒服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目的地 这里有着一大片水源 波斯看到后就幻想着能在这里钓到鱼 拉斯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做庇护所的位置 这里是沙质地而且阴凉 躺在上面非常舒服 他们砍伐了一些经济放在周围 可以有效地阻挡肉食动物的袭击 庇护所内非常空旷像一个树屋 里面足够三个人运动了 晚上有许多野狗在外面徘徊 他们被吓得不敢睡觉 第三天一早 他们来到河边准备钓鱼 而肖安也在河边煮起了水 很快他们就钓起了第一条鱼 拉斯在波斯的指导下 鱼一条接着一条地被钓上来 来到这里才两天 他们就有吃不完的鱼 拉斯瞬间觉得自己能赢定了 鱼头汤和烤鱼他们吃得停不下嘴 时间来到了晚上 拉斯的位依旧没有好转 他不停地在呕吐 时间来到第四天 拉斯呕吐了一晚 昨天的食物相当于没吃 由于无法补充食物 拉斯最终选择退出比赛 接下来波斯只属于肖安一个人了 如果能获取到足够的食物 我相信他们俩在夜晚会非常开心 时间来到第五天 波斯依旧像往常一样外出钓鱼 而肖安负责煮水保证随时有水喝 在钓鱼的时候 波斯还砍伐了一些棕榈树心来时 寻找食物的重任 几乎都落在波斯身上 而肖安已经躺在地上泡澡了 两人现在不仅有鱼肉吃 还补充了碳水化合物 就这些棕榈心足够他们吃两天了 晚上大象的叫声惊醒了他们 非洲的野生大象攻击力极强 他们或许是被庇护所内的火光吸引 还好他们没有对庇护所进行破坏 第七天的时候 波斯继续尝试钓鱼 但这里的鱼已经血精了 每次把诱饵和鱼钩都咬断 波斯已经连续失去了几个鱼钩 再这么下去钓鱼都成问题了 这天他们一条鱼都没有钓到 回到庇护所的他们还起了争执 在第八天的时候 波斯准备制作一双草鞋 因为这里的白天真的很烫脚 肖恩在外出的时候 发现这里很多小鸟 他尝试制作陷阱 捕抓这些蛋白质 波斯找到了一些腐烂的骨头肉 鲶鱼就喜欢这些臭臭的诱饵 他们再一次尝试钓鱼 很快就鱼上钩了 肖恩直接把他拖上岸 波斯拿着鱼再讨论是炖汤喝 还是烤着吃 在波斯拿着鱼来到水边清洗的时候 一不小心鱼又逃跑了 这真是倒霉到家了 他们只好再次尝试钓鱼 可当他们第二次钓鱼的时候 鱼钩被鱼咬断了 这一次钓鱼真的彻底没有了希望 时间来到第十一天 波斯没法再用鱼钩钓鱼 他打算制作一些捕鱼陷阱 把荆棘做成一个原始鱼钩 希望这样能钓到一条鱼 肖恩在庇护所附近发现树上有许多果子 他爬上树把摘下一些熟果子 就这么多果子能够维持他们吃上好几天了 肖恩把摘回来的果子煮熟 最起码能保证不会吃坏肚子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波斯每天都在水里看到鱼 但是就是抓不到 而肖恩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果子上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第十三天 这天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热了这么多天难得的凉爽 波斯兴奋的呲牙里碎 但如果火被淋湿的话 夜晚会非常寒冷 他们必须收集大量的柴火来维持火源 时间来到第十四天 波斯尝试寻找当地土著的一种有毒植物 他们会用这些植物来毒鱼 还好波斯找到了 波斯在砍伐这些树枝的时候 感觉到身体不适 不得不回到庇护所里休息 第十五天 肖恩也制作了钓鱼工具尝试钓鱼 安波在打水的时候 发现水里有河马 贸然去钓鱼只会更加危险 他只好砍发一些棕驴树心 回去补充能量 棕驴树心思他们唯一能找到的失误了 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吃树心补充体力 时间来到第二十天 天空突然刮起大风 一阵雷声把他们从庇护所内惊醒 这场雨非常大 两人在庇护所内被淋成了落汤机 他们好不容易才保住了火源 夜晚即时有火 他们依旧觉得非常寒冷 时间来到第二十一天 今天是他们撤离的日子 他们几乎是从挨饿中度过 撤离点距离他们五公里 还好今天非常凉爽 对于他们撤离非常友好 两人每人拿着一盘水赶路 这一路上碎势非常多 他们被扎得嗷嗷大叫 五公里的路程 他们走了三个多小时 最后来到了公路上 这也意味着他们完成了 二十一天的荒野挑战 妹子波斯全程表现都非常棒 是我见过最大最厉害的女选手